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汉神广播电台全国网的节目制作人 他是台湾人哦 对对 我们也是经常会请一些台湾的嘉宾上来我们这个节目接受访问的 那您好高瑞玲先生 哈喽文杰您好 还有洪耀您好 所有马来西亚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瑞玲了 对那高先生是一个非常一个活泼的一个人 因为从他的谈吐呢 我就可以发现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新闻人物哦 所以他在这个新闻节就是跑关于台湾的新闻 也是非常资深的 也大概有16年了 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跑去跑了16年 就是跑这个在台湾的行政院和总统府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 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陈水扁 还在当总统的时候 我就跑他的新闻 然后后来呢 马英九总统执政了8年 然后现在又有官司产生的那个总统呢 我也是跑了8年 对所以对于对台湾这政治方面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请凑了 然后你就对了感觉 对其实 我一直想说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马来西亚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台湾 因为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呢 这个也来台湾念书嘛 会来台湾玩乐嘛 真的 因为高先生也是透过我的一个朋友找到的 好 其实我们不如直接进入课题好了 因为最近就是有关于这个事情 就是赖清德有 发表了一些言论 然后所谓就是主权 就是台独的 他是主张台独的 然后这马孝光 他就有反驳了 就是回应 其实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 其实你对于这个事情 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吗 首先我先跟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听众朋友 还有文杰跟这个洪耀来说明一下 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呢 他说出这个台独这个主张呢 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说呢 是不会意外的 因为他之前在当这个台南市市长的时候 就是非常彰显他的台独主张 但是呢 比较特别的是呢 他被任命成为行政院长之后 在这个行政院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院会上面 做出这样的主张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 可是呢 实际上来说呢 他也不是主动这样提的 他是在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 蒋万安是谁呢 蒋万安就是蒋经国的孙子 他问了他说 两岸关系到底是情侣 夫妻兄弟朋友还是什么 赖清德是在被动的情况之下 他回应说两岸互不隶属 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 所以呢 他做出说台湾是一个这个台独的说法呢 如果说用一个这个比较严格的政治语言来说 他并不是主动讲的 他是被动上做的这样的回应了 其实他说出了这番言论 马小官他就回应了 在这方面会不会说会被间接就是说 会不会触犯到中国这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十九大也将近了 嗯是没错 像这个 哈喽 哈喽 马小官回应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我们跑新闻的这个 两岸线的朋友 这都不会太意外 因为其实呢 马小官的讲法呢 并没有超过于过去 他对于台湾的台独声音的这种 这个这个回应方式 主要的原因也是啊 就跟刚刚文杰讲的一样 因为十月十八号 而中共呢要举行这个十九大 人事上面将会有很大的变动 包含了这个马小光 能不能够继续当发言人 还有他的长官呢 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 能不能够留在位置上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呢 他也不可能会有 更怎么样激烈的回应说 是习近平院长赖清德的 相关于台独的这种主张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说 在十九大过后 到底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 尤其呢习近平他是这个 对台工作小组的这个组长嘛 就所谓的这个 他主要的主事者 而且现在大权在握 他会怎么样来定调两岸关系 我觉得可能是 更需要受到一些关注的 不过当然赖清德 他现在讲出这种 台独的言论 我认为啦 也许可以先 从这个两岸关系 目前的基调来看 我觉得像我跑那么多的新闻 这么多年新闻的基因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个 校正的作为 就是说因为其实呢 从这个2014年啊 刚才呢这个洪耀在节目的前半阶段 有介绍到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血运啊 在2014年太阳花血运过后 其实北京呢就不再寻求 由台北执政当局作为代行 所谓的有台措施的对口单位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直接改为对台湾人民 直接做工作的务实手段啊 比方说呢 这个大陆呢 来台湾的这些官方的人士啊 不管是各级的省长啦 或是这个省的书记啦 亦或是呢 国台班的主任啊 张志军来台湾 都是直接安排 中南部基层的行程 那很多的行程呢 有时候是不太公开的啊 这是在马英九 总统执政的时期 而甚至呢 张志军呢还直接到大学 去跟大学生做座谈会啊 那前一阵子不是发生了 这个呃 就是上礼拜啊 发生了台湾大学的 一个中国新歌声的 一个闹场事件 但是其实呢 大陆啊 就是说这个呃 中国大陆的这些传媒呢 来台湾啊 找这个歌唱选秀的 这些活动 早就在台湾的大学院校 进行了两三年了 像我自己在世新大学毕业的 世新大学就办了两年了 哦 所以呃 这些作为就是 等于是北京上面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作为呢 已经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当局呢 完全架空了 这就是目前两岸关系 目前的低调 所以台北的这个执政当局 要怎么样回这种被忽视的情况 我认为呢 赖清德会开始讲 他所谓的呃 台独主张 就是一个校正作为 想要看看10月18号之后的 19大后的习主席习大大 他会怎么样来回应目前的状态 嗯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他不仅是一个被动的 就是说台独的主张 也有一些嗜水温的嫌疑嘛 那呃 第二件事情 我比较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调告诉我们 从过去太阳花学运 台独是处于顶端的那种意识形态 是更多的人民是倾向台独 但现在是慢慢的结降 那按照高先生刚刚的说法 会不会是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架空的手段 得逞了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这当中有有因果关系吗 您认为 你刚刚你刚说的是 就是是不是北京的作为 在台湾呃 做这个所谓的两岸关系 常常说叫做统战作为 是不是统战作为生效了 而导致于台独的主张下降了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这两件事情似乎有些发生 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我觉得呃 因为刚才这个就是文杰跟洪耀 引用的是天下杂志呢 在今年应该是三月还是四月份 三月的报告 他这个民调的这个 其中有一个观察点 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 跟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这个介绍一下的 就说他这个民调呢 他特别做了一个分水里 就是说 他发现啊 39岁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分隔 也就是39岁以下的调查者 支持台独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而且是高的非常多 这也就是呢 北京当局一直很担心的 就是说 呃 对于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啊 所谓的天然独已经出现了 天然独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台湾独立 或台湾是个主群国家这件事情呢 这一些39岁以下的人是完全是不加思索 因为他的血液里 他的细胞里面就是如此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北京当局 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做这个年轻人的工作 从太阳花学院之后呢 他们立刻呢 改采这所谓的三中一青啦 就是中小企业啦 中低阶级收入的啦 中南部的民众啦 还有台湾青年 那今年呢 这个北京当局有全新的做法 叫做一带一线 就是说 他要专打这个年轻一带 和基层一线 可是我们 我们来关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呃 过去有大量的台商哦 到大陆去做生意 可是这些大量的台商呢 回到台湾之后 是不是改变了 他们对于台独的主张呢 其实是并没有的 嗯嗯嗯 是并没有改变的吗 是 他们对于一些呃 这个比方说台湾的呃 这个犯台独的活动的支持呢 嗯 其实也没有停止 这也是为什么呢 呃 过去呢 这个呃 在胡锦涛执政的时候 也有人在检讨说 哎 国台办呢 他做台湾的工作哈 是不是呢 这个在基调上面抓得不够实 啊 就是之前陈玉玲的做法哈 是不是不太好 但呢 我现在说的不太好 就是说以统一的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这个 这个 他的基调啊 他的路线走得不好 所以因此才会有这个 他们所谓的对台工作小组的一些政策的转换 嗯 OK 我们刚才是说到的是 在台湾还有中国的部分 其实在国际上呢 他们又是怎么看待 就是台湾呃 呃 独立的这件事情呢 你看哦 因为呃 呃 有人说就是 很多人都不敢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甚至美国也是不敢承认 哎 台湾是一个国家 之类的一个说法 那有这样认为呢 呃 呃 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哈 呃 刚才这个呃 节目的前半段 这个洪耀呢 举了一个例子哈 呃 也是用一个国际法的一个角度来说啊 就是在乌拉圭呢 所签的那个公约嘛 要有固定的居民啦 要有一定界限的领土啦 有效的政府啦 和他国交往的能力哦 我我认为 当然这个 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人 我们不太能够这个 很不公允的来评论一件事 但是实际上在台湾呢 似乎应该是符合这四项条件的 因为我们想想看哈 本来西亚的听众朋友很多嘛 那现在来台湾玩乐 现在是不是免签证 嗯 那现在台湾免签证呢 其实是30天嘛 可是如果你来台湾 要超过31天的话 是不是需要跟台湾 当局啊 来申请签证 当你在做申请签证的 这个作为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跟一个 有效的政府 来做这个沟通 而且呢 他这个签证的申请过程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 马来西亚跟台湾 这两个国家 或者两个地区 或是一个 两个政治实体的交往能力 所以呢 按照国际法来说呢 台湾当然 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 可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实际上呢 还是要看其他国家 认不认同你嘛 嗯 其实我们刚才早前呢 也有节目 也有做了一个假释性 如果今天台湾真的统一了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台湾如果是统一的话 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统一 如果它是一个用武力统一的方式 那就会很惨 那所谓的惨呢 就是 当然台湾那一定是就是 变成一个战火区嘛 但如果它是用一种 用一种比较强势的方式去统一的话 我认为呢 不管它是用文化力的方式 或是用经济力的方式来统一的话 也许台湾的那一群 我所谓的39岁以下的天然独的那群人 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呢 其实北京一直希望的方式就是说 要促使台湾跟中国大陆 尽速的从经济跟社会上面相互的统合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了很多像什么 2014年要推动的服务业的相互签订一个协定 就是希望在经济跟社会上面做统合 但是经济跟社会的统合之后的状况是什么呢 刚才文杰跟洪耀也提到香港的例子 香港用大量的北京的这些奥园 让香港的经济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警戒 可是香港后来不是出现了 希望能够有更多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权利 然后他们就停止了 这所谓的观光客到香港来 观光的一些措施 立刻造成一些影响 而这些影响反而又造成更多香港人 对北京的反感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刚刚问到的问题说 如果说要急速的进行两岸的统一的话 其实后面的状况 那才是更重要的统治上的问题了 就是你用急切的方式把台湾统一了 统一了以后 这个地区能够继续听北京的话吗 还是变成北京一个最大的乱源 就变成另外一个像是新疆的一个地区 或是更可怕的一些行为 那倒是一个 我想北京当局应该也会好好想一想 要如何来处理一个状态 换得言之就是高先生的说法就是 其实中国是想要让台湾回归 只是他要慢慢慢慢的用这种 很软的方式去影响 这些39以下的意识形态 对吧 就是慢慢让人去接受 跟去拥抱所谓的祖国这样的概念 是是没错 是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持续的发生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台独的意识逐渐的下降 您觉得就是到最后 中国想要实现的那个 一个中国的那个概念 希望台湾可以像可能像香港这样子一种地位 隶属于中国有可能发生吗 您觉得 因为其实台湾跟香港的状态不太一样 就是说因为香港它实际上就是 跟这个所谓的英国有签这个99年的这个条约 它是必须要回归的 所以香港现在很明确的 它就是一个香港特区政府 它是隶属于中国北京当局的 可是在台湾这边 两岸关系更复杂的是 以北京的说法是说 那是一个流亡的非法政权 但是以台湾的说法又不是这样 台湾现在是拥抱着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土地范围 是包含了中国大陆 那早先呢在李登辉的时代呢 还说呢那个就是北京 对北京呢还是一个非法政权 但是现在呢这个经过修宪之后 已经不会有这种非常令人傻眼猫咪的这种解读的了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两岸关系还是比较复杂 就是它没有办法立刻变成一个 这个台北特区或者台湾特区 可是北京是不是有相应的作为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刚刚就说他的基调就是说 那我就不要跟你台北执政当局做任何的动作嘛 我有友台做事 我直接给老百姓 比方说呢 他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要去大陆都要有这个台胞证嘛 资本的 他就片面的宣布说 好现在换成卡式的台胞证了 完全没有知会台北当局 而在那个时间点 还是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哦 我想马来西亚的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 哎马英九不是跟这个北京的关系非常的融洽 为什么北京还要用这种措施 其实严格上来讲就是说 马英九也不过就是北京要委托的一个这个委托者而已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个委托者呢 没有办法成大事 所以还发生了太阳化的血运之后 才会有这样的变化嘛 嗯 所以呢 我们说到我们说到这里哦 你认为其实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才是最适合现状的这个台湾的处境呢 那为什么呢 嗯 台湾的处境哈 呃 民进党的这个智库哈 最新的一个民调是说呢 台湾的大部分老百姓哈 当然了我现在所引用的是民进党的这个这个民调数字哈 因为民进党他们就可能有 因为他们的那个台独党纲还是存在什么哈 所以我说要来看民调数字的话 我看他的民调数字 看他调查出来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在做解读的话比较有趣哦 民进党的智库呢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65.4%的受访者哈 都支持要维持现状 嗯 所以我相信呢 台湾的内部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的 可是台湾要怎么样去维持现状 他还必须要牵扯到呢 美中台的三边的这个大三边的关系 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说 这三边关系就是说 呃 不管是美国啊 或是北京跟台北呢 应该是能够自由的对任何一方进行合作或对抗 那现在呢 这个不管是蔡英文他所提出了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这个呃 所谓的修宪组长 啊当然修宪组长 他本身也是个校正人的行为 因为当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要修宪的时候 北京就会很紧张 他说那你要修什么 你是不是要顺便修公投法 你是不是要把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 我刚刚说到那个非常的傻眼猫咪那个部分 就是说呃 中华民国也包含了中国大陆这部分修掉 啊如果他修掉的话 就等同于宣布说台湾是独立的嘛 可是呢 这样的一个作为呢 这种作为呢 这种作为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自由性的在跟北京来进行对抗 好 那如果说美中台的三边关系 它是处于一个台湾主动的对这个中国去做对抗的话 我会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嗯嗯 对 因为很明显的是美中是大国嘛 台湾是一个这个小国嘛 那你要怎么样去直接对中国去做对抗呢 最好的状态呢 还是在美中之间他们的对抗之间 那台湾呢 在一定程度上面呢 双方友好 然后一定程度上呢 再给美国呢 给予一些中国的讯息 再给中国一些美国的讯息 那实际上呢 之前的马英九总统呢 他在第二任期的时候就尝试这样做了 嗯嗯 好 我们说到这里 您其实在民调刚才也是显示到 其实64%都是想要在一个维持现状 一个暧昧一个状况 对 其实这种状况会不会有另外一种 不好的一个现象出现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可能太 就是可能生活的就是很 就是很容易满足 我觉得台湾人还蛮满 很容易满足的 是我可以这样子说吗 对 对刚刚那个民进党的那个民调 他他其实有第二个这个次子题 他说65.4%的人呢 支持维持现状 那第二个子题就是说 那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现状的话 怎么办呢 是 这65.4%的人 其中的将近九成 将近一半的人 就是54.8%的人说 那就选择台湾独立 嗯 OK 所以也就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民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就是说 当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状的话 那台湾人他们的选择呢 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台湾独立的这件事情 可是台湾独立的他又实际上的受到了中国大陆所谓的 这个反分类国家法的一个威胁嘛 如果你敢这么做的话 立刻就会打起来 但立刻打起来的话 他又牵涉到美国和日本要不要参与这场战役的事情了 所以到那时候就是又有发生另外一种可能还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个就是在台湾这里处于的一个非常好像很不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 那高先生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就台湾可能要靠着中美的博弈当中 就是找自己这个生存的空间嘛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特朗普他这个总统他是比较所谓的孤立主义吧 就是保守主义就是他尽量的不参 他的主张就是美国优先暂时不去理其他国家 其他人的生死可能就是隔自一边 这样子的一种总统的商人其实对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会不会使得他们就是 台湾没有办法在像以往这样可以借助美国来来这样跟这个中国进行一些谈谱 对没错这个洪耀提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的政策似乎上面是有一些调整的 但是我我自己认为说他目前的调整作为呢 可能是放了更多的行动是放在内政上面 他比较没有在管外交的事情 比方说在北韩问题上面 他说他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在施予更多的这些协助嘛 可是我认为说台湾的这个问题 未来他还会是成为美国跟中国双方在交往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筹码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筹码的话 那台湾这边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 你要被别人做筹码 那你到底要选择是倾向北京还是倾向华福呢 那就会回到那个三边关系上面来看了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处于的一个状况 其实今天的节目也是到也是差不多完 其实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可以请到就是高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的 可以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台湾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怎么样的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了 其实也赖清德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就是也算是首位就是主张的就是台独的 其实你有什么看法呢对于他 我自己的看法是就我们跑新闻跑久了 你就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都是政治语言 就是我刚刚一直说他是校正嘛 因为实际上赖清德在台湾的宪法的规范是这样 就是说行政院长他实际上他管不到外交国防跟两岸关系的 所以你就可以从一个角度去思索 我也希望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想一想 就当总统他的职权是国防外交跟两岸 然后呢他任命的行政院长来讲说台独这个主张的时候 在10月18号之后 如果说习近平有更大作为的所谓对付台独的势力的一个主张的时候 就是说蔡英文他可以选择的是说那个不是我讲的 那个是行政院长讲的 不管国防跟外交的人讲的 对 那不是主题式的人的主张 跟我蔡总统没有关系 明白我原来还有这一招 好 今天是非常高兴可以请到高先生 为我们分享一下的确有不一样的独特想法 当然是比较道地的 比较精辟我觉得 对可能我们就这边可能透过看新闻资料去查寻 可能我们自己这么摸索可能不一样一个结果 而且马来西亚的新闻也很少提到 好的非常感谢文杰跟红耀了 好谢谢高先生拜拜 好拜拜 好刚才我们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就是台湾处于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是其实台湾 说他要同意又不行 说要台独也是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走其中一步其实都是对台湾都不好 如果也为了整个台湾对这个民众还有或者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整个台湾也好 其实在当然处于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前也不后的状态 在中间呢 其实是我觉得也是最适当的一个位置 至少现在可以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 先先保护自己的国家 对所谓的政策 是 所以呢我们下期节目呢 可以再为大家 可能有不同的时候我们再请不同的嘉宾 做不同的访问 做全面的分析 对做全面的一个分析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下次节目再跟大家继续天马 星空拜拜 拜拜